喂 好 你们看到这个画面 讲这个激励分布的部分 那这个随机变数呢 我们叫random variable 它是一个函数跟法则 它指派的是一个数值 给每一个实验可能的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一个随机变数的值 可能就是一个数值的事件 可能是正面或反面 比如说1跟0 对不对 1跟0的这个部分 就是头指一个同板的正面的次数 正面反面我们把它当作事件 看它几次 那间断的随机变数呢 各位同学 我们这个有的数字呢 它的数是头指的十字的同板 到底正面有几次 有可能0是一次到十次 对不对 那这个次数呢 它一定是尖断的 这代表说它可能是0或是1 它连续叫continuous的random variable 它这个指是不可计数 比如说30分 30.1分 30.2分 这个时间一直在连续在走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推断整数 所以是discreet的 它这个翻译叫间斟断的 可能不太适合了 我个人认为 当然应该是叫数位的 可能会比较好 应该叫数位的 可能比较好 那如果时数呢 这是所谓连续的 那基地分布叫prabability distribution 可能是一个表格公式或图形 用了描述随机变数的值的相关的机率 所以各位同学 大概这个随机变数 我们刚刚不是说同板丢十次 得到正面的机率 有可能是0 1 2 3 一直到十次 其实它的随机变数 它的机率分布 大部分都集中在这里 大概你会投到这个 三次到这个 七次的比例 可能大战部分 如果全部都是正面 或是大部分都是反面 的机率都比较小 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有玩过那种 珠子有没有 同学也记得吗 我珠子打十个 有没有在 分布到几格里面 有没有 很 分布到平均分布到这么多格的 它给你很高的奖金 对不对 奖品 对不对 那如果你集中在一格 几乎就集中在一格两格了 有没有 弹珠有没有 哎 你们夜市有没有玩过啊 怎么 你不知道我意思呢 这个不是珠台吗 然后这里不是有好几格吗 然后它给你很多的珠子 对不对 让你跳过去 哎 掉到这里来 好 弹过去 跳到这里来 是不是 假设这里是十个 十个格子 对不对 它给你十个珠子 好 那十个珠子 你有没有可能说 每一个珠子都刚好 刚好掉到不同的格子里面 哇 那个机力太小了 对不对 好 那你有没有可能说 刚好十个珠子都掉在同一个格子里面 这个机力很小 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都是这样 大概是 大概就集中在五个啦 四个啦 三个啦 对不对 四个五个 六个七个 对不对 那这几个大概就是 给你的奖金就 奖品就非常少 这个就非常少 各位再看 好 好我们再讲这个机力分配呢 就代表 s等于x的时候的机力 我们一般是这样写 当这个随机变数等于x的机力 就像说 各位同学 我们刚刚的x有可能十次 对不对 那我们x等于1的机力 是大概等于多少 对不对 那等于多少的时候 这个 你正面的次数是1的话 那代表 有一次的正面是1 那其他都要反面 反面大概也是十分之一 要9次 然后这个可能出现到 十次里面只要出现这样 所以这个机力很小 等于10的十字方分之一 再乘10 10的9次方分之一 所以说 正面只有一次的机力很小 所以用数学来算是这样的 我们后面会教你怎么算 所以我们可以由这个 树状图等工具呢 应用一种机力的定义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两个基本条件 好 这个正面 零次的 一次的 两次的 十次的 这全部加起来 它的机力一定等于1 这加起来机力一定等于1 因为 你的正面一次的跟两次的机力 三次的机力 你全部的可能机力就是 不是两次一次 两次 不是零次一次两次 一比到十次 全部加起来等于1 所以老师刚刚画的是这样 零次的机力一定是 十的 十分之一的十次方 那如果十次都正面 是十分之一 的十次方 那如果是几次的 有可能一次的 一次的就十的分之一 十的取 十取一的十分之一的十次方 这是C的 三次的是十取三 三 好 一十类推 所以呢 这个 X40的机力是 1加上 10 加上10取2 10次会取两个 10取3 然后最后再乘以 十分之一的十次方 这个加起来一定等于1 这全部 我们等一下会教同学怎么算这个 间断的 叫数位的机力分布 叫 翻译怪怪了 我记得它不叫间断的机力分布 这叫 数位的机力分布 好像不是 我记得 这代名字 这个 这个翻译的话 我再想看看 怎么翻译 我记得不是间断的机力分布 是这个意思 好 每户人数的分布 就有人家里有四个人 有三个人 有两个人 一个人 对不对 好 那一个人的 负数是这样 两个人的负数 他们都是小家庭 对不对 四个人以上的机力 的负数是这样 全部加起来是116 对不对 好 那一个人的 机力就是 31.1 除以116 两个人的 是 38.6 除以116 三个人是 18.8 除以116 四个人是 16.2 除以116 七个人以上的 可能1.4 那全部加起来是 这所有的机力 加起来是1 对不对 这是美国在 2009年的 这个 这个统计 他们总共有 一亿多妇 的家庭 那有的是 每妇家庭 有的是 只住一个人了 有住两个人 有三个人 这个叫 机力分布 那这个机力分布 各位同学 大概画起来会像什么样子呢 一个人的到31 两个人到38 三个人的可能到18.8 对不对 那四个人到16.2 5个人到7.2 然后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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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大概就这样 就是一个人的 两个人的 三个人的 四个人 五个人 六个人 这样分布下去 所以 x 轴是代表一户有几个人 然后 中轴是他的机力 画出来这个 大概就类似这样 所以各位同学 大概就是 几乎集中在两个人 对不对 这是一个人 这两个人 然后他开始往下掉 所以全部加起来当然是1 对不对 那如果四个人的比例 大概只有1.4% 这个也是符合 像我家里的小孩子都出去了 对不对 家出去了 要不然就出去读书了 我跟我太太就两个人 这个也是符合 我们一般的 对不对 那销作数量的基地分布也是一样 就是说 你打一通电话 那成功的机率 打两通电话成功的机率 打三通电话成功的机率 这个是 大概就是这样算 那这个C的意思 代表相反的意思 S C代表失败 对不对 失败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到底这个成功机率有多少 大概是就这样算 好 好 基地分布跟我们的population 这个母体叫population 对不对 好 会吧 population population population的意思就是 你这个母体的意思 好 就是全部的 你要调查的 你要统计的 全部的人在里面 好 所以我们这里讲到 它的population是指美国的全部的这个人口的负数 总共有几负 是统计整个population 是统计整个美国的 那母体的平均数呢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期望值 叫mu 所以到底这个 家户所得到底有住几个人呢 好 这个是population 叫mu 好 那这个mu怎么算呢 好 mu怎么算这个 就是说它的激励 就是px等于1 再乘以1的激励 下px等于2 再乘以2的激励 我们把它全部把它加在一起 这个 这时候我们算出来 可能就是大概 可能是大概2点几啊 3 类似的 就是说我们把它全部 或是说你也可以说 同学我们可以把这些 1乘以这个 2乘以这个 3乘以这个 这个 好 加到一起再除以这个 这个就是mu 我们讲的期望值 对不对 就叫期望值 懂意思吗 这个就是我们老师讲的这个 期望值 到底一户有多少个人 对不对 你大概这个mu 就可以帮你算出来 就是他的期望值 是不是 那老师他会讲一个好笑的 对不对 各位同学 注意听哦 假设你要跟我玩一次那个 谁大谁小的激励 对不对 那我说 玩一次五块钱 那如果你中奖的 如果说 拆这个 只要是正头是正面的 你可以达到七块钱的奖金 好 如果你是拿到尾巴的 就没有奖金 请问一下你是占吃亏还是便宜 好我们先看你能得到多少钱的期望值 你如果赢的激励只有二分之一 七乘二分之一是三点五 那如果是另外一个激励二分之一就零嘛 所以三点五 但是你每玩一次如果要五块钱 你是滑得来 以期望值来看是你吃亏还是占便宜 你吃亏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你的期望值是你会得到三点五块 但是你必须要付五块来玩这个游戏嘛 好 各位啊 同学你们玩那个 玩那个运动彩券 玩这个六 什么 呃什么公益彩券啊 你绝对罚不来 你算他的期望值 就是把你可能的激励乘上 你得到金额把它加在一起 好 那一张彩券搞不好只有二十块而已 但是你买那一张彩券可能要五十块对不对 所以你绝对罚不来 那老师罚不来干嘛要 要买这个彩券 很多人都说 第一个我要做公益 好 非常好 你要做公益 把钱多出来钱要捐给国家 然后去做一些公益 OK 第二 买了以后就有希望 搞不好我会得到几亿了 好 都有可能对不对 而且各位同学他好像那个 头奖他会累积对不对 累积下来 他会一直累积 累积到某一个程度 那个期望值搞不好就滑得来 就不止五十块 可能会一百块 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什么时候买彩券 连续好几次都有人共固的时候再买 你就可能就滑得来 对不对 对不对 懂我意思 这个叫期望值 这叫期望值 期望值就是我们把所有可能 所有可能的值再称它的激励 把它加在一起就是μ 就是你的期望值 好 那这个期望值就是我刚刚讲的 1乘上0.26 2乘上0.33 3乘上这个0.16 好 把这个全部乘在一起 加在一起 就是你所说的期望值 好 那这个期望值 这个是 这个比较难算期望值 因为它写7或以上 通常你把它视为7就可以了 因为8以上的可能太小的 所以你这边7乘0.12 6乘以0.23 5再乘0.62 4再乘0.14 好 那我们把它全部乘完以后呢 这个全部加在一起 就是我们所说的期望值 说我们的期望值 那比如说如果这个大于四个人的激励 就是p4加p5p6p7 就0.23 比四个人还大的激励 好 这个就期望值 那母体的变异数呢 是上这个 我们要算这个方法是类似的 好 就把各尺的平均差异的平方 再乘以它的 我们要算这个变异数 就是把它的这个期望值 跟每一个值相减的平方 再乘它的激励 就是它的变异数 那变异数的开根号就是标准差 所以我们变异数 希望显成标准差的平方 那这个经过推论以后就会得到这个 就把所有的平方 乘以它的激励加在一起减掉 μ平方就是我们的变异数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变异数 那标准差跟第四章的定义是相同的 好 就是我们把变异数的标准差呢 相减呢 我们就这个开根号就得到标准差 那我们要描述每户人数的这个母体呢 的平均数 每户人家母体的平均数μ 对不对 μ我刚刚不讲嘛 1乘P1 2乘P2 3乘P3 7乘P7 好 我们 假设是7啦 把它看这7就好了 好 因为8以上几乎不可能 对不对 一户人家怎么可能住8个人呢 好 就1乘0.268 2乘0.333 好 好 全部加起来大概是2.52 好 也就是说一户人家呢 它的平均的人 好 所以各位同学这个 这个就乘以100 大概是指这个 好 好 那双量分配就是如果是单一变数分配的时候 大概单变量的分配 好 只有一个变数 好 那有可能是有可能是联合区率是两个变数 好 那两个变数的分配我们一般叫联合区率 好 就xy 好 这时候我们的区率要用pxy来表示 也就是说当pxy的意思是当x的随机变数等于s y等于y的时候 假设我们要看两个联合区率 就是要看两个事件 两个变数的值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好 好 那这个同学可以看 比如说这个s是代表分数 那y值呢 可以可能可以代表男生或女生 好 如果0代表男生 1代表女生 好 这样也可以 对不对 好 那全部加起来的机率函数呢 一样是等于1 对不对 好 全部可能的机率加起来等于1 那每一个机率一定是介于1跟0之间 好 这是机率的基本假设 好 所以各位同学这里就讲一个例子 好 皇屋的销售的数量的双变量的分配 好 那x是代表一个月之内 可以卖出房子的几栋房子 对不对 有可能卖出0栋 1栋 2栋 Y代表 如果Y代表这个人 Y 将一个内销售住的东西 这有两个人 这个人可以卖出0栋 1栋2栋 另外一个xy Y是另外一个人 可以卖0栋 1栋2栋 那两个人都 供估卖不出去的机率是这样 他卖出一个人 一个机率 他没卖出去的机率是这样 那他卖两个 他没卖出去的机率很小 对不对 所以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 大部分就集中在他有卖 一个他没卖 然后他有卖一个他没卖 这个机率最大 好 这个就机率最大 这样了解意思 这叫联合机率 那xy是代表不同人 x代表gabier y代表ybeti y代表ybeti ybeti 这要怎么拼 没关系 就代表两个人 那这两个人 就是各卖出会012栋黄制 他的联合机率分配 可能是这样 对不对 那可能 他的这个机率分配 可能是这个意思 所以 我们就把他联合机率的函数呢 就是说 这个y这个人 他卖出 没有卖出黄石的机率 有六成 那卖出一栋的 全部把它加在一起 是三成 然后呢 他卖出两栋的机率是一成 所以全部加的机率函数是一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x 卖0栋的机率是0.4 卖一栋的机率0.5 卖两栋的机率是0.1 各位同学 x的 绩效比较好 还是y的绩效比较好 好 郭剑 哪一个比较好 趕快把你的翔弄十八掌 拿出来 好 来解敌 对不对 哪一个比较好 这个 y供估的机率有六成 x供估就完全没有卖不出 就四成 对吧 对吧 那 x卖一栋房子有五成的机率 那 y只有三成的机率 对不对 所以当然是x比较好啊 对不对 看不懂吗 全部加在一起啊 就是说我只管y不要管x全部把它加在一起 对不对 好 代表xy在卖房子 是不是两个之间也会有负有 负有竞争 各位同学为什么要把它列出来 因为各负有竞争啦 对不对 好 负有竞争 好 好 那在 我们要统计这个x 卖0栋的话是0.4 卖一栋是0.5 卖两栋是0.1 对不对 0.1 好 那这个就是这个 好 好 我们要算它的期望值呢 0乘0.4 加1乘0.5 加2乘0.1 所以加起来是0.7 0.7 同学懂意思吗 0乘0.4 是0不管 1乘0.5 就0.5 2乘0.1 就0.2 就是它期望值0.7 好 那个变异数呢 变异数就很简单啊 那各位同学 它 0-0.7的 平方再乘以激励 0.4的平方 0-0.7的平方 再乘0 加上 1-0.7的平方 再乘0.5 然后再 2-0.7的平方 再乘0.1 加一起全部就在 它的变异数就0.41 那我们的这个 标准差呢 就把它除开更好 就得到我们的标准差 Y也是一样 所以期望值谁比较高 X的期望值比较高 那变异数呢 X比较低 Y比较高 那变异数 代表越高就代表越不稳定 有时卖得很好 有时卖得不好 对不对 所以变异数越高 越好 越好 越不好 但越不好 代表你不稳定 对不对 有时候会卖多一桶房子 有时候卖比较少 那公益变数呢 大概就是两个 全部都跟Mu相减 然后乘在一起 乘它的机率 这个就是你的公益变数 那你也可以把全部的X Y乘在一起 乘到它的机率 再减掉 再减掉它的平均 加在一起 然后再乘成它的平均 对不对 这叫公益变数 那公益变数底下有个公益 相关的系数 相关的系数就是把这个 这个标准差 XY的标准差 还有他们各自的标准差 把它除在一起 这到一个Low 那这个Low的值呢 就是来决定说 X卖房子跟Y卖房子 有没有相关系数 所谓相关系数 我卖房子跟你的卖房子的行为 事实上是有关联的 各位同学 有相关系数越高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什么意思 搞不好X要卖房子的时候 Y 会扯后腿啊 对不对 那Y卖房子 S会扯后腿 相关系数越高 可能代表 他们的行为 可能会互相干扰 或什么之类的 互相竞争 类似的 那就会得到相关的叙述 跟第四章的方法一样 那如果你得到负了 就代表互相关 互相关的意思就是 他好他一定不好 一般应该是负相关啦 比如说 同样房子两个经纪人 在卖 对不对 他卖得好 另外一个卖一定卖得不好 搞不好被抢走了 所以有一个微弱的 负相关的关系 负0.135 那共并係数是负0.15 也就是说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 算出来负0.15 标准差0.15 负0.15 那两个的标准差 X的标准差是负0.64 0.64 一个是0.67 所以我们得到相关的係数多少 负0.35 所以两个变数存在一个微弱的负相关系 好 各位 这个讲的负相关的关系 是代表什么意思 两个卖房子的经纪经理人 这个 会互相竞争 所以我卖得好的时候 你会卖得比较差一点 对不对 因为你的业绩搞不好就被我抢过来了 好 比如说我像一个客人进来 我不是找你当经理人 就是找另一个人当经理人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两个会有一些这个 竞争的关系 就是变成互相关的关系 那我们把两个变数都全部加短在一起的这个 激励 01234 那我们就把两个激励加在一起 那我们回答说售出两间房子的激励 的激励 的激励是多少 售出 两间房子的激励是 就0.19 对不对 那售出一个房子 0063 也就是说 我现在就老板来讲 不管X经理人 Y经理人 对我来讲 谁卖都一样 对不对 好 那卖出一间房子的是 几乎有占百分之六十三 最少 有百分之六十三次会卖出一栋房子 共沽的激励是百分之十二 对不对 那卖出两栋房子的 三栋房子的 四栋房子的 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一般的方法来计算XY的这个 期望值变异数 类似这样 就可以这样把它算出来 好 好 各位再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投资组合多元化跟资产的配置 如果一个投资者想出一个投资的组合 只包含两档股票 投资四千块第一档 投资六千块在第二档 假设一年后的结果如下类所示 对不对 第一档股票原始投资是四千块 一年后 它的价值变成五千块 报酬率是百分之五 那第二种股票六千块 一年后投资是五千四 它的报酬率是负百分之十 那这个原始的投资总额是一千 一年后的投资总额是 的价值是一万零四百 所以你的投资率等于只有百分之四 百分之四 对不对 所以呢 各位同学我们要算它的期望值呢 事实上应该是说 你这个投资四千块 投资百分之四十的比例 那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报酬率 那你投百分之六十的比例 但是你得到负零点一的报酬率 所以呢 我们把它做这个加权的计算 我们就得到它的报酬率是只有百分之四 那如果你当初的金额 这里是零点六 这里零点四 那报酬率当然就不只是百分之四 所以股票会涨会跌 Nobody knows 这里一样就公益变数 那这个都在讲投资报酬率的问题 各位也是这样 就是它的加权的比例 W1这刚刚是百分之四十 这百分之六十 对不对 那我们要算它的total的期望值呢 最后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期望值就是它的变数 加它工益变数 工益变数 那最后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公式 得到这个公式 那W1是投资的比例跟权重 那W1是投资的比例跟权重 1R1是它们的期望值 那7R1、7R2是它的标准差 那R1、R2呢是它们的工益变数 Low是它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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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我们就得到它的相关系数 好,这个就是在讲一个例子 相关系数是百分之五 各位可以参照来看一下 好,你就是说有可能是这样 刚好像没有录到的样子 好,你这个有可能是这样 就是说各位同学你们 好,我们讲二相次的激励 刚刚讲的 就是不是成功就是失败嘛 1-P 那 假设头十次 十次多失败激励 当然是变成 这个二分之一的十字方 二分之一的十字方就对了 好,假设你头十次、十次多 得到正面或反面 当然是二分之一的十字方 大概是千分之一左右 这是千分之一的激励 那到底会有多少次呢 它的 主要是这里要C的N取X 就是说它有一个组合 就是有可能是 我刚刚有举例 比如说以这个为例 对不对 好,我们以这个 它是有十个题目 那得到零分的激励当然很小 对不对 也就是它猜中的激励只有0.2% 那这个实验N是10 那成功的激励是0.2 失败是0.8 对不对 那失败0.8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这样算 那这是一个二项的实验 我们来检查 每一个答案当然都独立的 好,那没有猜中任何正确的答案 就是要怎么算 没有这样就是10的阶层 0阶层,10阶层 就等于1 它只有一种组合 没有猜中就一直错一直错 错到底 一直错错错错错 这个没有什么排列组合 就每一体都是错的 那每一体错的激励呢 就是五分之四的十次方 所以大概算出来是0.1074 好,所以各位同学啊 选择题如果我跟你考实体 你会考零分的激励 只有10%的机会 是不是只有10%的机会 11左右 是全猜错了 所以各位同学 我有时候会觉得说 老师要给同学考选择题的时候 从来没有人考过零分了 因为多少你都会猜对一两题 对不对 那猜对两题的激励 要怎么算呢 就是前面这个 有可能你是猜对一 一 二 有可能猜对一三 有可能猜对一四 可能猜对一五 到一十 这里有十个 可能 有可能猜对二一 二三 二四 然后可能二十 这有九种可能 全部加起来有四十五种 四十五种是这样算出来的 有可能是这样 那每一个的激励呢 每一个都是 猜中两题的就是0.2的平方 还有0.8的八次方 所以猜中两题的激励是0.3 所以实体里面如果你都不会你乱猜 对不对 大概就是百分之0.3 有百分之三十的机会 你还可以猜对两题 刚好两题喔 那刚好三题 四题就是这样激励就这样算了 那累积的激励呢 我刚刚讲这是两题 对不对 那一题的激励 两题的激励 三题的激励 就是说 如果你要小于两题的话 就是包含两题 两题的激励是这样 那一题的激励是十阶层 一阶层 这里是有十种可能 然后这里是0.2的一次方 0.8的这个九次方 这是猜中一题的 那猜中零题之后 我刚刚讲的是百分之十一左右 那你把它累积激励就是猜中 就是比两题还少的 就把它加在一起 那如果四题 比四题还少的 就是把4啦3啦2啦1啦 全部0啦全部加在一起 那假设说我们认为说 如果低于四题 代表一定会被当掉 对不对 那我们就x小于等于4 理论上你应该是小于5题的 小于等于5题的 就代表说一定不及格 会被当掉 那这个激励大概就 激励就蛮高的 所以你看小于四题的激励 就将当于96了 百分比的 对不对 大概97 所以会被当掉的激励 当然是7% 你想说我乱猜 给我猜对 我会得到 会过的激励呢 就不高 这告诉你是啦 那二项激励分配的函数 假设n等于10的时候 各位可以参考看看 看那个成功的激励 跟失败的激励 这个课本有一个表 就可以把它画出来 画出来表 事实上它是一个常态分配 那二项次分配 因为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 μ 假设你成功的激励是五分之一 对不对 刚才对激励五分之一 总共有十题 对不对 那你的期望值是 你可以猜中两题 十题里面大概会猜中两题 μ 那sigma就是np再乘1.p 就变因数 按我们标准它就把它开根号 这是它算出来结果是这样 统计学家出来的公司是这样 那poison的pull out poison的distribution呢 这个更有趣 这个 我们一个小时 各位同学 一个小时之内 汽车会到达 服务站的车辆数目 假设是x 那到底会有几辆会通过 很多次用poison distribution 那poison distribution 那poison distribution 大概就是说 当你是在平均值的时候 激励是最高的 当你离开平均值越大的 或是比它越小的 激励函数就越低 所以它画出来的 大概类似这样 就是最高的一定是在这个 这个μ值的地方 那普法松分部 主要是 这里有几个特性 你们可以参考看看 每一个次是独立 而且成功失败 这个区间成功的一次机率 区间大小 成比例 当区间变数变得更小 这个区间成功一次以上的机率 就趋近一点 就是说 离开这个μ的话 越高就是越低 假设说一个小时有96部卡车到达边界 类似这样 比如说100月中有1.5次 各位它这样 它的分布是这样 就是 这是自然对数的 自然对数1 2.71828 μ是你的μ值 这是你的平均 那你如果是到底x 到底有几次 就是μ的x字张 再除以x的阶层 这个就出来 就是这样 所以 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说 当x等于μ的时候 这时候的机率会最大 x等于μ值的时候 这个是会最大值 类似这样 比如说 一般100月会有1.5次 对不对 那假设都没有出现 就0阶层 0阶层是1 然后呢 这个 1.5阶层的0 0次方呢 就等于1 所以我们就得到2.231 这完全都没有排版错误的机率 大概是22%的机率 类似这样就可以算出来 好 那你们这个普好双分布呢 你们就根据这个来可以算出 我们要的机率 好 5个 比如说5个或少于5个的 好 你们就可以P0 PEP2 那P0就是 1的负6次方 假设这个μ是6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 小于5个的 错误机率 我们就把它 可以这样把它算出来 大概是44.57% 好 好 那你在这本书 发现5次或少于5次的 排应错误的机率 就44% 普好双分布呆 画出来 就类似这样 那如果 小于18次 就 等于1 类似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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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